下包菜 今天煮冬样米粉 冬样冬粉米粉完了 先熬它的包菜汤底 然后这个冬样等下才下 人家讲这个冬样很酸 然后其实搭配一点包菜的汤底 因为它甜的 所以它就搭配起来是比较不会太酸的样子 担心它有浓油 所以就汤一下 浸泡仅有的冬粉 这样熬 熬到它的那个包菜涌 变有一点透明色 这样子有点透明色的感觉 这样就可以了 那包菜最好熬久一点 所以拿给它完全包菜熬 就它那种感觉就是 熬的感觉 这个还半熟而已 不过 放吧 我没有放油是因为那个冬样酱 其实有油的 所以我就不放油了 这个冬样 哎呦 没有油的话它冬样也不能存那么久 所以冬样其实有很多油的 看你要吃多少你就下多少 你想吃酸一点就下多一点 然后搅拌 然后搅拌 给它全部都 应该不够我 我喜欢腌生浓一点点 因为等一下还要加别的料 等下我再加到面下去 然后 然后 放这一个 这个我很久以前买的那个 泰国干肥 放冰球已经干了 它叫泰国干肥 有offer的时候买的 泰国干肥 然后水放一点下去 洗一下 泰国干肥 泰国干肥 要去给它滚一下 给它有点香味 然后冬样的话 素的冬样是黄色sticker的 冬的冬样是 泰国色色的 所以大家不要买错 然后酱给它有味道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来放别的菜 别的料 这个我喜欢吃的油炸海鲜丸素的 然后那些炸炸的那个豆皮啊 然后那个 有白菜花 刚才探过的白菜花 跟那个菜 有在一起下 然后最后才下冬粉 下去煮一下 就可以灌火了 吃的东西 把你想要吃的东西全部下到完 你就对了 愿望我下了十里 不要放太多 要放一点 就其实很多东西的 我觉得不够酸 自己再加酸 因为有些人不能吃太酸 太辣 我就比较喜欢吃的 然后你就搅拌起来 冬粉要最后才放入 因为冬粉很快就熟了 冬粉也不用泡太久 因为炒米粉的时候 是因为它需要那个 那个水 因为它要炒干 这个不用它吸它的水了 蒸一下就好 冬粉再下 这是火锅了 因为我还是真的在煮火锅 然后这个再下冬粉 冬粉就不用剪 直接整个下就好 然后就可以吃 如果觉得不够鲜 放一点汤 如果不够盐的话 放一点盐 或者放香菇菇里就好 冬粉煮一下 其实这个冬粉煮一下就软了 所以给它滚一下吧 它吸它的味道了 滚一下就可以吃 你喜欢吃什么料 你就放什么料 这就是自由的火锅 唉 你家里有什么菜 就放什么菜吧 不一定的 嗯 这是很 很爽的一道菜 你买什么冬粉吧 别的冬粉可能很快软 可是我加这个冬粉还是很硬的 要煮 至少可能要十分钟吧 慢慢给它滚 关起来 十分钟够就可以吃了 煮汤的话 冬粉要鸟起来 不然它会细越细越多 烫起来就不好吃了 太细水了 再加一点水下去 再加到面去 煮一点它的汤 然后 这一片就是刚才的泰国干肥 它变大片 particular的汤 就像这一片子 就像这一片子 这一片子 小的了 就是另一片子